C罗、本泽马、贝尔离开黄马后 你有多久没关注黄马的球员了呢? 在现在的这支黄马球队里 有着世界顶级的中场球员 除了老加默的里奇还在之外 也多了两个新鲜面孔 分别是英格兰的贝林恶姆和乌拉圭的巴尔维德 而巴尔维德是今天这期视频的主角 因为他的成长故事同样励志 观众朋友,请跟着这期视频了解下 这位乌拉圭的超级中场故事吧 1998年的7月22日 在乌拉圭的蒙德维德亚 巴尔维德出生了 他的全名叫费德里科·圣地亚哥·巴尔维德·迪佩塔 简称费德 他是家中的第二个儿子 他的父亲在赌场做保安 母亲在跳槽市场做着小贩生意 买衣服和玩具 而巴尔维德家人对足球并不是很感兴趣 家中只有他表现出对足球的热爱 在三岁时 他就想去足球学校上学 而他的父母也发觉这个孩子非常痴迷足球 虽然巴尔维德家人生活过的并不富裕 但还是把他送到当地的足球学校进行训练 巴尔维德上了足球学校后 很想参加比赛 但是比赛有年龄的要求 最近参赛年龄是6岁 所以他必须要等到6岁才能提上正式比赛 不过他的天赋很快就被学校教练发现 在他5岁时 学校破例让他能参加6岁年龄组的比赛 这也是对他能力的认可 巴尔维德能在足球道路上越走越远 离不开父母的支持 尤其母亲对他的帮助 让他把母亲视作英雄 刚才提到他的母亲在跳槽市场做小贩 有时巴尔维德也会和母亲一起去摆摊 191整天 当天结束后 他会和母亲把衣服折好 放回首推车里一起回家 但母亲的工作还没有结束 回家后还要做饭和洗衣服 那这些衣服里面也包括巴尔维德提球张的袜子 他亲眼看到母亲为了生活付出的努力和牺牲 当巴尔维德需要一对足球鞋时 他的母亲很努力地找一双和他脚的鞋子 虽然只是一双二手鞋子 巴尔维德却非常珍惜这双鞋子 因为他知道这是他母亲通过努力换来的 他每天训练肯定也需要蛋白质来补充身体 但在当时他们的经济环境能吃到肉并不是很容易 有时一家几口人要共享一小块肉 不过他的母亲能确保他每天能哼哨一杯可乐 这让海小的巴尔维德很开心 他当时觉得这不像可乐 更像一杯香槟 在巴尔维德10岁时 他有机会去佩纳罗俱乐部视讯 这家俱乐部是蒙德维德亚很有名的俱乐部 如果能入选这家俱乐部 对他的职业生涯开始很有帮助 在视讯期间 巴尔维德天赋吸引到了视讯教练的注意 这位教练也在和别的教练谈到巴尔维德天赋 那他的母亲无意中就听见了他们的对话 所以他很开心找到这位教练交谈 并努力和教练说 巴尔维德就是他们要找的天才球员 希望俱乐部可以签下他 最终佩纳罗俱乐部签下了巴尔维德 虽然不知道是不是母亲的话发挥了作用 但可以肯定的是 巴尔维德天赋足以打动俱乐部的视讯教练 母亲在巴尔维德足球生涯中 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所以他把母亲视作了英雄 对于巴尔维德来说 成功加入佩纳罗俱乐部 是加速了他足球职业生涯的发展 他有几年的时间在俱乐部的清训尼训练 凭借出色技术和天赋 让他在青少年的比赛里发挥出色 这也让他被邀请加入U15的乌拉圭国家队 16岁的巴尔维德有一个改变生活的机会 因为他收到了来自英超豪门阿森纳的邀请 前往英格兰视讯 他也接受了视讯的邀请 不过是因为朋友和他说 你想一直留在乌拉圭踢球吗 谁不想去阿森纳 你如果成功加入了阿森纳 可以挣很多的钱 还可以洗热水澡 巴尔维德就听了这个朋友的建议 所以他去了阿森纳视讯 但他只视讯了一周 就回去了乌拉圭 因为他觉得在伦敦生活很不舒服 而且他的父母也不会去英格兰 叫他自己也不会说英文 他也明白 100个孩子里面可能只有一个 能成功在豪门踢球 他也不想冒这个邪 当时巴尔维德心里想 我很可能因为这次的拒绝 要永远留在乌拉圭踢球了 17岁那年 巴尔维德几身佩洛纳尔俱乐部一线队 当时球队也加盟了一位 快退役的前乌拉圭国角 迭戈·弗兰 而弗兰也是巴尔维德非常敬备的球员 在15-16赛季 是巴尔维德和弗兰共处的一个赛季 弗兰在职业生涯规划和经验方面 帮助了巴尔维德很多 也成为了他的师父和一位朋友 在15-16赛季的乌甲联赛 巴尔维德一共为球队出场了12场比赛 并送出两个助攻 也帮助球队拿到了那个赛季的五甲冠军 赛季结束后 巴尔维德跟随乌拉圭U17国家队 出战南美洲的U17比赛 当时他的父母也陪着他参加U17的比赛 住在酒店不同的房间 在阿根廷比赛前一晚 巴尔维德母亲和两个西班牙人见了面 他的妈妈和对方家谈完后 马上打给巴尔维德说 来下我们的房间 有人想和你谈谈 当时已经是晚上 乌拉圭U17国家队 对年轻球员规定了宵禁的时间 这段时间是不可以离开自己的房间的 所以巴尔维德回答妈妈说 我不可以出去 我要挂断了 随后巴尔维德挂了电话 但他的妈妈又打给他说 费德快点过来 这里的人是来自黄加玛德里俱乐部 他一开始以为是不是什么恶作剧 但又有点期待 他冲到父母的房间 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他看到妈妈在哭 他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只看到有两个完全没见过的人 在父母的房间 他以为这两个人可能是 佩纳罗尔维德部的员工 来谈新合同 他当时心里想 如果有新合同 就可以买一双新鞋 和一台PS4了 但这两个人开始用卡斯蒂拉语 也就是欧洲才会用的西班牙语 与巴尔维德说的南美西班牙语的口音很不一样 他们和巴尔维德说 我们来自黄加玛德里 我们相信你可以成为我们的未来之星 希望你和你的父母一起搬到玛德里居住 巴尔维德听到非常惊讶 他指的心情是 全世界50万的青年球员 为什么黄马想要牵我呢 他非常激动 因为他从小就想去黄马踢球 而且当地说西班牙语 对巴尔维德来说 语言也完全没有问题 加上黄马愿意付费 让他全家搬去西班牙马德里 那一天是他人生中最完美的一晚 他的梦想也在那天实现了 就这样 黄马以500万欧元买下巴尔维德 被分配到黄马逼对 参加西班牙皇家甲级联赛 刚到豪文俱乐部的巴尔维德 觉得自己很屌 因为进入豪文俱乐部 应为着赚不少的钱和实力的证明 在第一次训练时 他很自信的走进更衣室 但他看到其他青薰球员的时候 瞬间就被打醒了 因为大家身上都穿着名牌 和最新的Nike球鞋 而自己身上只是穿着 两欧元的T恤和破烂的装备 有一瞬间 巴尔维德觉得自己很渺小 当天训练结束后 巴尔维德等其他球员换衣服 离开更衣室后 他才开始换衣服 这次的经历 也让17岁的巴尔维德认清了现实 就是自己没有什么特别 在豪门清宣营的球员有很多 自己只是其中一个 只有真正在豪门T出来 才值得骄傲 他很快就振作起来 他没有嫉妒别人拥有的 而是感激自己已经得到的 比起以前在乌拉圭 他在马德里有自己的羽绒床垫 可以洗热水澡 可以看50个电视频道 和拥有一辆车 他感激父母给他正确的价值观 朝着自己的梦想继续进步 在16-17赛季联赛里 巴尔维德为黄马B队出场30场比赛 打进三个竞球 底本上来说 俱乐部的每场比赛他都出场了 看得出来教练对他的信任 巴尔维德自己也知道 如果要去黄马一线队 现在自己是绝对不可能的 他需要更多的比赛和经验 所以在17-18赛季 巴尔维德被租界到西甲拉克鲁尼亚俱乐部 在朱介奇的这一个赛季 巴尔维德成功坐稳球队主力中场的位置 是一位非常全面的B2B中场 能攻能守 当朱介奇结束后 回到黄马的巴尔维德 已经得到了黄马主教练的赏识 把他提升到了球队的一线队 他的一线队首秀发生在18-19赛季 欧冠小组在第三轮 黄马对阵比尔森胜利 在比赛下半场 他替补出场完成了黄马的首秀 在那个赛季 一共为黄马出场了25场比赛 黄马的球迷也见证了他的飞速成长 到了19-20赛季 奇达内重新指教黄马时 巴尔维德在黄马一众中场中脱颖而出 得到奇达内的赏识 奇达内要完成黄马的心脑交替 巴尔维德是新时代球员中关键的意愿 所以他也逐渐让巴尔维德以首发球员身份出场 他也没有让奇达内失望 他的比赛中发挥稳定 为球队在19-20赛季出场了44场 而打进两个进球 以及五个助攻 也帮助球队拿到了那个赛季的西甲冠军 到目前为止 巴尔维德已经获得了两个西甲冠军 和一个欧冠冠军 以及大大小小的比赛冠军 身价已经比几年前暴涨了好几倍 收入也翻了好几倍 但他没有因为自己收入变高 而买很多的奢侈品 我是把这些钱用在家人身上 他赚来的钱都储蓄起来 为了将来家人的需要 而他的父母搬回了乌拉圭 所以他也在乌拉圭 给父母买了一套房子 提供他们居住 收入、名气不断上升的巴尔维德 依旧脚踏实地 循序渐进 完成一个又一个目标 我发现所有成功运动员 都有个共同点 就是自律 希望巴尔维德越来越好 好了 以上就是巴尔维德的成长故事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请点赞关注分享 这里是节目节目 我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